今天我們奧運出去代表國家比賽 是這些長期以來用他們很多很多 一二十年來的這個心血 包括他自己 包括他的教練 包括他的家人 包括整個團隊 打這樣辛苦的訓練 那就是要出去比賽這一季 我們我們沒有辦法好好的照顧他們 這個點是讓大家沒有辦法說 我們的能力 我們的速度 讓大家覺得說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2016出了這個問題 現在還出這個問題 大家想不想就是這樣 那你現在再來比較這些飯店 當然心裡還是會很不舒服 因為你去比賽是住很久 我們自己出去 如果我們是出差的話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你的東西一定都很多 你那就是以那個為家 那你自己選手你要去調整到最好的巔峰時刻 在上場的時候有一個最好的表現 這都要很多很多的來配合 包括你的吃 包括你的住 包括你的一些照顧 那如果說像這樣 像這樣這樣的一個環境的話 它是在旅館裡面 雖然說這個戴智營有幫大家還假說很近 這個比較可以有多一點時間來休息 但是我們自己看 門星之吻 我們自己看都覺得說這不是一個很好的環境 那當然很多體育界的人士他們出錢出力也很感謝 但是現在這個節骨眼 但是就是希望我們的選手代表台灣的選手去東京好好的比賽 那現在用防疫期間很多很多的這些不方便 很多很多的限制 老實講 我覺得他們的壓力都已經夠大了 你就是要環勒跟我的防疫會不會有問題 然後出去我能不能有一個好的一個成績 我的實力能不能好好發揮 不要說在一剎那 他有個很輝煌的成績 他只希望說有一個正常的實力表現 我想這就是非常非常的幸運了 但是現在好像都不是這麼一回事 那所以這個真的是事情是真的是很大條 所以小英也要道歉 蘇貞昌院長也要道歉 潘部長也要道歉 那剛剛這個那個群組上也都說 這個張 這個署長已經有請辭了 那我想就責是一定的 但是要檢討也是一定的 但是你要減少到處 大家可不可以痛定思透 把這個運動的賽事 把代表台灣的這些選手 他們擺在第一位 他們是最重要的 不管是他們自己長期以來的奮戰 長期以來的努力 我們要去維護他們的成績 那畢竟他也是最重要 就是代表我們台灣去比賽 真的真的就是要把他們放在第一位 你這個觀念如果沒有去改變 你什麼事都還是要去考量 這個這個長官的想法 什麼事都要去考量體育界大佬的想法 你把球員的權益 把這個運動酸氣的權益都擺在最後 當然就會出現到這個大家全情激憤的一個狀況 後不會有的 自己擁有的 快不盡 想要聲趣 會考量體育界 重量體育界 有缺孫